欢迎来到衣橱里的外文书 我是主持人黄新华 今天我想要来聊一聊 青少年的大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 青少年就是一群特别喜爱冒险的动物 但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怎么样从心理学或者是脑神经科学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现象 然后我们还会聊到人类的心智的发展 从儿童到青少年到成人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要特别了解青少年的大脑的话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成人的大脑 也一定要去了解儿童的大脑 甚至是婴幼儿的大脑 但是对这些婴幼儿的大脑 我们怎么要去了解呢 我们不可能去访问这些婴幼儿在想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会讲话 所以我们还会谈到说心理学家怎么样 透过一些在我看来非常聪明的实验设计 来去推测婴幼儿 他们在想什么 还有呢 对于青少年来说 什么样的反烟宣传会最有效的 就反烟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吸烟 那如果你告诉青少年说吸烟有爱健康 这个是有效的吗 根据实证的实验证实很可能是没有太大效果的 那什么样的宣传比较有效呢 很可能就是你要告诉他 烟伤怎么样透过一些很狡诈 或者是很带有欺骗性的方式来进行 烟的一种推广 来进行烟的一种行销 当你告诉青少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反而比较愿意去戒烟 或者是远离吸烟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背后的科学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也要来谈一谈 那最后这一集节目还会讨论到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阅读一些 女性科学家所写的著作 那女性科学家所写的著作 相较于男性科学家写的作品 到底有哪一些区别呢 这一集我也想要特别谈一谈这个问题 在2013年英国的卫报 卫报这份报纸 曾经刊出一根非常有趣的日记 那这个日记呢 它是写于1969年的7月20号 1969年的7月20号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日子 就是Armstrong Neil Armstrong 他还有跟着他的两位同事 就一起搭着太空梭 然后经历了登月小艇的飞行 然后终于登陆月球 然后终于踏上月球表面的那一天 就是在1969年7月20号 这一天呢 有一个当时的青少女 就是1969年的时候 她是一个青少女的一个女生 叫Dina 她写下了她的日记 然后呢 这个日记的编排方式非常有趣 她当然写到了 人类登陆月球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她怎么样编排 她这一天 她觉得 她需要记在日记里面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她说 我去了艺术中心 括号 我自己去了 然后我穿着黄色的毛衣 还有黄色的衬衫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她说 Ean 一个男生的名字 Ean这个男生呢 她也在那边 但是她没有跟我讲话 这是她记录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她说 她在她的手提袋里面 收到一封信 然后信里面有一首诗 然后她不知道这是谁写的 但是呢 显然呢 这首诗的作者 喜欢他 就是这是一个暗恋他的一个男生写的 然后他就猜说 这可能是Nikolas这个人写的吧 然后他说 好 所以这就是 他在日记里面记的第三件事 然后第四件事是什么呢 第四件事 也就是 这一则日记的最后一件事 只有四个字 Man landed on moon 人类登陆月球 那从这一则 1969年7月20号 所写下的青少女的日记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一些青少年时期的人类的一些思维方式的特征 就是有时候青少年 他非常关心他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特别关注的是 他认为重要的一些同侪对他的看法 然后他非常在意 比方说他自己穿了什么东西 他自己今天做了什么 然后他非常在意 谁喜欢他 谁不喜欢他 然后他喜欢谁 他不喜欢谁 这件事情 可能对那个年纪的人来说 可能要远远 他的重要性要远远大过于人类登陆月球 这样子的历史事件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作者呢 就是Sarah Jane Blakemore Sarah Jane Blakemore 她是一个脑神经科学家 而且呢 她专门研究的就是青少年的大脑 那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 Inventing Ourselves The Secret Life of the Teenage Brain 翻成中文的话 可能就叫做 发明自我 青少年大脑的秘密生活 这是2018年由 Public Affairs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 应该算是脑神经科学方面的科普著作 在这本书里面呢 Blakemore教授他就提醒我们 说很多人 甚至包括很多 以前的世代的科学家 以前世代的心理学家 他们会认为说 所谓的青少年时期 他只不过就是 儿童时期的一种延伸 但他认为呢 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戏剧性 也非常有趣的 呈现出儿童跟青少年 的那个心智状态的对比 Blakemore教授 他就说他有一个同事 这个同事呢 他有一个女儿 然后呢 这个女儿呢 小时候 就是在这个女儿 是儿童的时候 就爸爸带他到 supermarket里面去买东西 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 然后呢 这个有时候 女儿就会胡闹嘛 然后呢 这个时候爸爸就会 呃跟女儿说 诶 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乖乖听话的话 如果你乖一点的话呢 我就唱那首 你最喜欢的歌给你听 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呢 他女儿就会安静下来 然后就会守规矩 就会变乖 然后呢 这件事情等到 他的女儿变成青少女的时候 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样不一样呢 就是他爸爸还是会跟他说 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我就唱那首你最喜欢的歌给你听 然后他女儿马上就会变怪了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到了他女儿变成青少年的时候 爸爸在公共场合唱歌 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威胁 因为对女儿来说 他的爸爸在那旁边 然后竟然在唱歌 这是他所能够想象的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当这个已经是青少女的女儿 一听到说天啊 爸爸竟然要在公共场合 要在超市唱歌给我听 然后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说什么我都照做 这其实就是说到青少年 就我们主流社会一般而言 对青少年的一种刻板印象 其实就是我们认为说 青少年他会特别在意 别人对他的看法 然后呢 他会为了要符合自己 给自己设定的某一种特定的形象 他为了怕丢脸 或者怕尴尬 或怎么样 他会做出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愚蠢的事情 反而做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那这个呢 是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人呢 他的确会特别在意 同才对他的看法 那但是呢 这个Blake Moore教授也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 主流社会的一些刻板印象 却不尽然是那么正确的 比如说主流社会也告诉我们说 青少年他通常就是特别喜欢冒险 然后呢 特别不顾后果 然后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 但Blake Moore教授告诉我们说 这件事情是不精确的 这个说法是不精确的 为什么呢 他是说青少年并不是本身就喜欢冒险 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他并不会喜欢冒险 他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 在这个特定的环境 他才会想要冒险 比如说 在一个学校的情境里面 当老师要跟一群青少年上课 这一群青少年的同学 老师问他们问题 通常这一群青少年是不会回答的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说青少年就是喜欢冒险的话 那他应该勇于尝试 勇于回答老师的问题才对 可是他们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关键到底在哪里 为了要确认青少年这个时期的人类 他们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会特别想要去冒险 于是乎心理学家 他们就设计了一些 我觉得非常有趣 非常聪明的一些实验 来去确认说 到底哪一些情境 会导致青少年特别想要去冒险 就比如说有一个实验是这样 就是科学家他们就请了三组人马 到实验室里面来玩游戏 这三组人马分别是 儿童 然后青少年 然后成年人 然后他们到实验室玩什么游戏呢 就是电动游戏 那那个电动游戏的内容 就是他们是一个赛车游戏 有点像是你在公路上面开车 但这不是真的是一个赛车的跑道 因为它就像我们一般的街道一样 它有红绿灯 然后你有交通规则 你必须要遵守 然后红灯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 如果你闯红灯的话 你有可能就会被旁边车子撞到 好那这个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在最短的时间 从一条街的开头 开掉一条街的结尾 然后呢中间呢 你有一些选择的机会 那选择的机会就是 当那个红绿灯本来是绿灯 还有黄灯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抢黄灯 如果你抢黄灯抢成功了 你就会比其他人更快到达终点 如果你中间抢黄灯抢失败的话 你有可能被其他车子撞到 就你会被对象车子撞到 那一旦你被对象车子撞到 你就会反而比其他人还要晚 才能够到达终点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冒险 你要选择到底要不要冒险的一种游戏 然后呢结果就发现什么呢 结果发现有趣的事情是 儿童还有青少年 还有成年人 这三组人呢 他们选择冒险的频率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 这个玩游戏的环境的设置的话 那结果很可能就非常不一样了 就是科学家又另外在做了同样的实验 但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次呢 他们请三组人马 儿童青少年还有成年人 分别请他们邀请他们的同侪朋友 一起到实验室里面来玩同样一款游戏 结果果然结果就非常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青少年这一组人马 他们抢黄灯的频率 也就是他们冒险的频率 比本来多了三倍 那成年人就还是一样 然后儿童那一组呢 就是当他有同伴在场的时候 他冒险的几率就增加了两倍 所以说呢 在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里面 常常听到人家说 青少年就是喜欢冒险 这个说法很可能是非常不精确的 因为青少年很可能 并不是本身就是爱冒险 而是他需要一个特定的情境 他需要同侪在场的时候 他为了害怕 同侪认为他不够勇敢 他太闹 他很在意同侪的看法 他怕同侪觉得他不够有趣 所以他才会更愿意冒险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由英国的保险公司所提供的 就因为我们的作者 Sarah Jane Blakemore 她是英国人嘛 她是一个牛津大学的脑神经学家 然后呢 她就用这一些英国的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 然后做了一点点文献的梳理 文献的回顾 然后他就说啊 这些保险公司 当你出车祸的时候 通常你出车祸 你会联络你的保险公司吗 然后这些保险公司 来到事故现场 他通常都会问你 非常具细迷移的各种问题 然后他会记录 非常具细迷移的 现场的状况 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说 你造势根本跟很多他所问的问题都没有相关 但他还是会一一的非常仔细的要确认你非常细节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他可能会问你车上有没有其他乘客 然后这些乘客坐在哪里 这些乘客的年纪如何 然后跟你的关系等等 但是结果证明 其实这些讯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了这些大量的数据资料之后 对保险公司来说 他才能够比较精确的去设定 不同年龄层的人 还有不同的社会条件状态的人 他应该要收取多少的保费 从而才能够最大化保险公司自己的利益 那从保险公司所做的这一些 大量的数据的统计里面 就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26岁以下的人的话 那你独自一个人开车 可能会比较安全 就是对26岁以下的 这些后青春期的驾驶人来说 当你车上有乘客的时候 你的造色几率会增加 而如果你是26岁以上的人的话 那你一个人开车反而比较危险 其实对26岁以上的 我们说成年人 成人这些驾驶人来说 当他车上有乘客的时候 他的造势几率会比较低 就是说当车上有乘客的时候 很可能这些成年人的驾驶人 他就会比较小心谨慎 从而使得他的造势几率就降低 我们的作者Blake Moore教授 他就告诉我们 透过这一些对于青少年 比较仔细的研究 其实他很可以帮助我们 当我们要制定政策的时候 如果这个政策所针对的对象 就是青少年的话 那这一些研究 其实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 更好的去设计他们的政策 然后针对青少年的心智状态 去设计他们的政策 然后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比如说对很多国家来说 青少年吸烟的问题 都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那就有很多公共政策 他的目标就是要能够 劝导青少年不要吸烟 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 并不同意这一种 我为了你好 所以我要禁止你抽烟 我要劝你不要抽烟的这种政府作为 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假设我们站在政策制定者的立场 我就是要希望能够有效的 避免青少年吸烟成瘾的话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一个有趣的案例 就是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就有人做了一个比较研究 就是他们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然后针对青少年的学生 对他们宣传一些反烟的讯息 就希望他们不要抽烟的一些讯息 那怎么样宣传比较有效呢 他们就做了几个不同的方式 那第一个方式就是 他就告诉你 告诉这些青少年说 抽烟会有怎么样的长期的健康危害 比如说你可能会得到癌症 你可能会得到肺部的病变等等 这是第一种 就是告诉他们长期的健康危害 第二种呢 就告诉他们短期的健康危害 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口气不好的问题啊 或者是说你可能因为你口气不好 会导致你在发展感情上 就是你要交男朋友女朋友的话 你可能会受挫 那种种这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反烟的宣传说法 他用了非常非常不多不同的方法来做比较 那我就不一一列举 那大家不要猜猜看 就是最后到底是哪一种宣传方法最有效 结果答案是最有效的宣传方法 就是你告诉青少年说 这一些烟商 他往往会释放出一些具有欺骗性的讯息 然后他会非常有技巧的 比如说他可能会买一些研究人员 透过金钱的方式 然后让这些研究人员做出符合烟商利益的一些关于吸烟的健康报告 我们知道吗 其实烟商事实上也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会成立一些属于自己的所谓学术研究单位 然后呢就做出一些所谓的学术报告 当然这些学术报告对于这些吸烟的研究结果 都是有利于烟商的立场的 然后结果呢是这一个方法对青少年来说最有效 就是说当青少年他们接触到有关于烟商 他们怎么样透过商业的技巧 让大众相信说吸烟的危害没有那么大 这个方法其实是最有效能够让青少年不去抽烟的一种宣传策略 而第二个有效的宣传策略是什么呢 第二个有效的宣传策略就是告诉他说 吸烟会有产生二手烟 然后二手烟呢就会对你的家人 或对其他人对你的朋友 尤其是对小朋友还有对婴儿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是第二个有效的反烟的宣传策略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呢 就Blake Moore教授提供了一个解释 就是说其实青少年对青少年来说 反抗权威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青少年非常热衷于宠宣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你告诉他说你抽烟其实不是反抗市长对你的权威 因为市长告诉你不要抽烟所以你抽烟就是反抗权威 你以为是这样子其实不是 你告诉他说你让他知道其实抽烟他不过就是接受了烟伤的一种权威 也就是说当他认知到拒绝吸烟的行动 也可以成为一种对权威的反抗的时候 他很可能就会愿意买单了 那为什么二手烟吸二手烟会造成其他人身体上的伤害 这件事情也对于青少年是有效的呢 那Blake Moore教授提供的解释就是说 对青少年时期的这些人来说 他会在意其他人的看法远远胜过于在意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呢当他认识到抽烟会造成别人的伤害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对他是非常意义重大的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刻板印象里面我们也会说 青少年是一种比较自我中心的一种动物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 因为至少有的时候青少年他在意别人 会远远胜过于他在意自己 所以呢就说到青少年时期 其实是我们在练习或者我们在发展 如何去认知别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那说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认知到别人对你有看法的这件事情 是一个演化上非常重要的结果 就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够认知到其他的个体对自己会有一个特定的看法 但人类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人类是怎么样去发展出这样一种能力的呢 在这本书里面也提供了一个非常简短 但是非常有趣的回顾 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说 如果你能够认知到别人对你有一个不同于你自己的看法的看法的这种能力 叫做a theory of mind 就是说如果你拥有a theory of mind 你拥有这种心智理论的话 你就能够认识到说 别人的看法跟你自己的看法会不一样 而且他对你的看法跟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这种a theory of mind 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智理论的话 你就不能够去认识到说 别人有别人的想法 他的想法可能跟你不同 那这说起来好像废话 因为这是大部分人自然就拥有的一种能力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发展出这样的一种能力 而且呢在人类还是婴儿的时候 在婴儿时期他可能并没有非常完整的a theory of mind 那很多的做实验的心理学家就设计了 我觉得是非常天才的实验 他透过这些实验 他想要去找出到底人类在哪一个发展阶段 他能够认识到说 哦别人的看法跟我不同 他有他的看法 怎么样去做实验呢 其中一个我觉得非常天才的实验 叫做花椰菜跟饼干的实验 什么叫花椰菜跟饼干的实验呢 就是这些心理学家 他们就找来儿童 找多小的儿童呢 他们就包括找了三岁的儿童 然后找了四岁五岁的儿童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儿童来到实验的现场 然后他就给这个儿童两种食物 一种食物叫花椰菜 另外一种食物叫饼干 然后毫无意外的 当然这些小孩 他们就会拿饼干来吃 通常是不会拿花椰菜来吃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研究人员就出现了 这个研究人员呢 他就一样 他坐在同样一个桌子前面 然后他面前 当然他也看得到花椰菜跟饼干 这个时候呢 研究人就把花椰菜拿出来吃 然后他就表现一副 很好吃的样子 表现出一副 他很享受吃花椰菜的感觉 然后呢 吃完花椰菜之后 他就吃饼干 然后吃了饼干之后 他就露出非常咸物 好像很恶心 好像饼干很难吃的样子的表情 然后呢 他就请这个儿童 就是要求这个儿童 递给他一些食物 这样 然后呢 三岁的儿童 就如果你是三岁的儿童的话 你看到研究人员有这样的反应 你会递给他什么食物呢 就通常我们一般成年人理解 就看到说 你既然这么喜欢花椰菜 我就给你花椰菜 但是不 就是对三岁的儿童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对三岁的儿童来说 即便研究人员表现出 他喜欢花椰菜 远胜过于饼干 当三岁的儿童被要求 要递给研究人员食物的时候 他还是会给他饼干 因为他并没有一种完整的 a theory of mind 他没有一种完整的心智理论 他不能够去了解到说 原来其他人对于同样的食物 他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你自己喜欢饼干 不见得人家就喜欢饼干 但对三岁的儿童来说 我喜欢饼干 他就会预设的认为 那你应该也喜欢饼干 你应该也会觉得饼干比较好吃 但是呢 四岁跟五岁的儿童 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到四五岁的时候 当被要求 要去递食物给研究员员的时候 有很多的四五岁的儿童 他就会把花椰菜就递给了研究人员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四岁到五岁的时候 人类的发展阶段就让人能够去认识到说 其他人很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而这个看法很可能跟我不一样 我喜欢饼干 不代表别人也会喜欢饼干 讲到这里呢 我们的Blake Moore教授 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在心理学史上 非常有名的经典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名字叫做Sally Annie Task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非常经典呢 就是因为对于这些研究儿童 尤其是研究非常年轻的儿童的心理学家来说 他们面对到一个困难 就是他不可能去访问这一些他们的研究对象 他们的研究对象太小了 根本不会说话 你不可能设计一个问卷 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你也不可能去访问他们 也不可能去做访谈 所以你只能够设计一些情境 然后观察这些儿童的反应 然后来推测他们的心智状态 在我刚刚讲的那个Sally Annie Task 这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实验里面 就研究人员就请了两个研究者 一个叫做Sally 一个叫做Annie 当然是化名啦 那Sally跟Allie呢 就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在同一个研究间里面 然后呢同样一个房间就是有一个受册者 那这个受册者当然可能是很可能是还不会讲话的孩童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就Sally有一颗弹珠 然后Sally就把这个弹珠放到篮子里面 放到篮子里面之后 这个Sally就离开了 离开这个房间 然后这个时候Annie呢 Annie好像很调皮 Annie就把这个弹珠从篮子里面拿出来这个弹珠 然后把它放到袋子里面收好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Sally就从外面回来了 这个时候Sally要找她的弹珠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认为Sally应该去哪里找弹珠呢 如果你是一个一般心智发展无外的成人的话 你大概会认为Sally她会去篮子里面找弹珠吧 因为Sally并不知道Annie把弹珠换了位置 对不对 所以当然她会去篮子里面找弹珠 可是呢 对于孩童来说 他们的反应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就是对18个月大的孩童来说 他们的反应跟我们成年人 一般成年的反应 其实是很可能是一样的 就是当这些孩童 看到Sally从外面回来这个房间 当她直接去袋子里面 拿出那个弹珠的时候 这些18个月来的孩童会表现出非常惊讶 她会觉得很困惑 她看Sally的时间会比较久 她会看Sally很长很长的时间 因为她会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弹珠在袋子里面 你刚刚不是没有在房间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会看Sally看比较久的时间 然后如果呢 这个Sally她回到房间 她依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她直接去本来放弹珠那个篮子 里面去找弹珠 然后没有找到的话 这个时候呢 18个月大的孩童 她看Sally的时间就不会那么久 因为她就不会觉得很惊讶 所以这就显示出 到了18个月大的时候 18个月大的孩童 很可能就已经翻转出 我刚刚讲的A Theory of Mind 她很可能就已经发展出了 某一种心智理论 她可以知道说 别人她对于同样一件事情 她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很可能是错的 比如说Sally刚刚不在房间里面 所以她会保持一种想法 就是她会认为说 弹珠还在篮子里面 但是当她回到房间的时候 她就发现说 这个事情是错的 就是说到18个月大的时候 孩童很可能已经发展出一种 她认识到说 别人有不同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可能是错的 这种能力 但是15个月大的孩童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同样的事情 因为当15个月大的孩童 看到Sally从外面回到房间 当她直接去那个袋子里面 拿出弹珠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有任何惊讶的反应 他们并不会看Sally 比较久的时间 那研究人员也就据此 就推测说 15个月大的孩童 很可能是还没有办法 发展出A Theory of Mind 他们很可能还没有办法 认知到说 其他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们也没有办法认知到说 别人的想法 很可能会是错的 然后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就青少年跟成年人 当然都有A Theory of Mind 但是呢 透过FMRI 核磁共振的一些实验的设计 就研究人员就发现 青少年和成年人 他们很可能是用 不太一样的方式 在理解别人的看法 就比如说有个实验是这样 就是他们把人放到 那个核磁共振 MRI的机器里面 造他们的大脑 就FMRI 它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看到你大脑的哪一个区域 正在活动 你大脑哪一个区域 活动比较剧烈 这是MRI 这个核磁共振机器的一种功能 然后呢 他们就把人塞到这个MRI的机器里面 之后呢 就给他们看一些文字的叙述 那这些文字的叙述呢 他们就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比较纯粹的文字叙述 它是不牵涉特定的社会情境的 比如说这个文字叙述可能说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只鸟 当然这是一个叙述 没有错 可是这个叙述呢 它比较不牵涉到某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 那有另外一些叙述呢 它是高度牵涉到社会情境的叙述 就比如说 有一个叙述是这样 他就说 我今天在地铁里面睡着了 然后我就靠到旁边的人身上 然后我流口水到他的肩膀 那当然这是一个高度社会情境的一种叙述 因为你会被迫 你马上要开始想说 天哪我怎么办 我的口水流到别人的肩膀 那他怎么看我 然后我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跟社会情境有关的叙述 于是就分成这两种 然后呢 就让受册者来看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叙述 然后就发现说呢 当这些受识者 他们在阅读 跟社会情境无关的叙述的时候 他们大脑的活动的区域 是相对比较少的 而当他们阅读到这一些 跟社会情境高度相关的叙述的时候 他某一些大脑的特定区域 会活跃起来 这也很合理 因为你会必须要处理到别人的感受 你必须要去揣摩别人此刻的心情 然后你要想一个办法 来解决掉这样一个让人困窘的社会情境 但是呢 研究人就发现 就是青少年的大脑 当他们在阅读到 这一些与社会情境相关的叙述的时候 的确他们大脑是活跃的 然后成年人在阅读这些 与社会情境相关的叙述的时候 他们大脑的特定的部位也是活跃的 但是那些活跃的部位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在青少年的大脑里面 当他阅读到这种社会情境的文字叙述的时候 他所调动的那个区域 是能够让人能够去揣摩 当我在那个情境的时候 我可能面临到什么样的经验 而当成年人在阅读到同样一个叙述的时候 他大脑所调动的那个区域 比较多是关于回忆 所以也就是说呢 当你发展到成年人的阶段 你可能更多是用回忆 你去透过你本来就有的经验 来去处理新的 让你需要社会技巧的一些情境 而当你是青少年的时候 你可能会需要去更多的去揣摩 你自己在这个情境的时候 你的经验会是什么 也因为他没有经验 所以他没有办法透过回忆的方式 来先手的处理复杂的社会情境 所以有可能青少年会误判 那对成年人来说的话 他更多的会用回忆的策略 他透过调动他以往的经验 来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情境 所以呢 研究人员也发现 就是对成年人来说 成年人相对来讲 比较能够同时去处理 复杂的社会情境 然后同时把一个复杂的 技术问题给做好 但对青少年来说 这种多工 这种一心二用是很难的 就你没有办法要求青少年 同时要去处理一个复杂的社会情境 然后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情境里面 还要做好一个特定的技术活 这对青少年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大脑负载太多了 说到这里 我觉得这本书Inventing Ourselves 这本书特别值得一读 除了因为它提供很多 非常有趣的心理学上的发现 让我们了解青少年的大脑之外 我觉得Blake Moore教授 他的写法也非常有趣 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写到一个故事 这故事就是 当他已经成为脑神经科学的教授 在这个时候 有一天呢 他妈妈在整理他们的老家的时候 就整理出Blake Moore教授 他自己青少女时期的日记 然后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当已经成为脑神经科学家 然后专门研究青少年大脑 的Blake Moore教授 他在人生的中年的时候 他竟然有机会回顾到 他自己青少女时期的想法 然后呢 他就发现说 他自己青少女的时期 其实跟一般青少女的时期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呢 因为他的爸爸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就是Sarah Jane Blackmore教授 他的爸爸 也是一个教授 也是一个研究人员 然后呢 他爸爸是医学领域的一个学者 然后呢 他爸爸除了在医学领域有名之外 他在英国的社会 有一段时间 也是非常的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爸爸是 专门在做动物实验的 就是他爸爸所经营的实验室 是会大量的使用实验动物 那也因此呢 在当时 就是当他爸爸还在做学者的时候 就有那种动物权的倡议人士 把他爸爸视作眼中钉 就是这些动物权的抗议人士呢 就非常激烈 往往是采取非常激烈的抗议手段 就包括他爸爸三不五时 就会受到死亡威胁 这件事情 当然对于Sarah Jane Blackmore教授 在他小时候 在他青少年的时候 也对他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他爸爸常常接受到这种 暴力威胁 所以英国的警察 就是对于他们的家人 有提供特殊的保护 英国的警察当时呢 就是会派出便衣警察 来护送这些女儿们上学 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姐妹 所以护送这些女儿们上学 而上学的过程呢 Blackmore教授就在他青少女时候的日记里面 就发现 对当时的他来说 这些事情 这些死亡威胁 这些感觉很可怕的威胁 都不是他感受到困窘的重点 是他感受到最困窘的重点 就是这些便衣警察 会跟着他们一起上学 他觉得很担心 其他的同学会觉得他很奇怪 就对青少年时期的人来说 同侪觉得你奇怪 这个是很可能比你受到死亡威胁 还要更严重的事情 他会感觉到说 他不想要成为全校的焦点 他不想要让人觉得说 他有一个正在用动物做实验的爸爸 而且他会考虑到说 如果他交的新朋友 他在学校交的新朋友 刚好是一个动物群人士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本书 他其实提供了一些作者自己 他身为脑神经科学家 他提供了一些自己 在青少年时期的回忆 一些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经验 然后来作为这本书的一些佐证 就比如说他也写到说 就是他在高中毕业那一年 他就有一个gap year 到加州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里面 做助理 做intern 然后呢 这段时间里面 也对他 后来的他造成了一些启蒙的作用 就是他本来高中念的是女校 在女校里面就不会有那一种 比较不会有那一种 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出现 就是女校里面 当然有些人会喜欢科学嘛 那这时候女校的老师 并不会对他们说什么 那女校的同学也不会对他们说什么 但是你到了 当就是当Blackmore教授 当他到了加州的心理学实验室 真正开始做实习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的性别身份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他就发现说 他身边绝大部分的人 所想象中的科学家的形象 就是一个男性 通常是白人的男性 然后穿着白袍 在那里做实验 就不会很想象一个像他一样的女性 一样想要成为科学家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一种启蒙的经验 他开始认识到说 他自己的性别身份是重要的 在他18岁也是青少年的时期 所以最后这个Blackmore教授 他就很感性的说到 他说其实青少年时期 他不但是一个人感受到 认同上的困惑的时期 他也是一个人 他很想要积极的去建构 自己的认同的时期 所以这就回应到这本书的书名 Inventing Ourselves 因为Blackmore教授他就说 他认为青少年时期 就是一个人重新发明自我的时期 他重新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认同的时期 说到这里 我忍不住想要再补充一下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一些女性的科学家 所写的一些科学的书籍 因为至少在我自己的阅读范围里面 我几乎所有我读过的女性的科学家 写的这些科普的书籍 通常他们都不会把科学 只是当作一种追求客观真理的事业 那他们相较于男性的作者 他们往往会去反思 身为一个女性的科学家 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今天读的书是 Inventing Ourselves The Secret Life of the Teenage Brain 作者是Sarah Jane Blakemore 它是由Public Affair出版公司 于2018年所出版的作品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要再强调一次 因为我不是任何领域的专家 所以有可能在节目里面 我犯了一些错误 或者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地批判我 让我可以有所反省 我的email地址 就是closetreader123 at gmail.com 或者你也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留言 我很奢侈地希望 这个节目的听众 都可以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